導演又開記招呼籲梁齊欣出席表態 為何要開記招呢? 就是要回答我的問題 兩次開記招都沒有女主角出席 以梁齊欣做招牌的電影《南極探射燈》 昨天就開記招了 身為導演的劉俊輝就說梁齊欣現在說拍又不拍 搞到旗亂了 所以就開記招想逼她出面回應 不過既然簽了約 應該可以循法律程序起訴 如果她真的不拍 你認為她是毀約 你會不會告她嗎? 不知怎樣 大方一點算數 或者堅持她在告到底 那你都很無力量 你什麼無力量 原來是你想她賠錢而已 喂大哥我付了錢 不想她賠給我 你借了錢給別人 你要還一下小姐 你付了多少錢她? 付了多少錢給她秘密 你不問李嘉誠金 有什麼錢? 放心啊各位 導演沒有走 誰都要回答記者最後一個問題 根據了解 原來昨天只是劉導演呼籲齊欣快點出現 到場只是幫忙做傳聲筒 那又難怪現場記者火藥味這麼濃 好